你如果看到這個題目可能會有點訝異說 物理學家高斯一個問號 我想當然大家都知道高斯是偉大的數學家 號稱數學王子 但是他是一個貨真價實不折不扣的物理學家 可能就比較少人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蠻有趣的 那麼當然這個高斯其實大家常常看到他的這個畫像 那麼他是一個當然在數學史上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著名可以說跟牛頓、尤拉 這個並駕齊驅的這種非常巨大的數學家 因為數學家也有分大小的那個等級差很多 那他毋庸置疑是這種最大的那一級 作為一個物理學家他的數學才能當然也扮演了很大的角色 但是你會發現在他人生的過程裡面 他越走越走越走 他做的物理跟數學的關係越來越遠 那這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主要就是從他最年輕的這個一個物理的貢獻開始 就是所謂小行星、古神星 那這個是一個還是數學成分很高的一個工作 那後來呢他就十幾年的時間 就是很辛苦的在做大地測量 他也發明了一些儀器 那再過來呢 他年紀又更長一點之後呢 他居然開始去做這測量地詞的一些工作 然後他做了很多跟詞學有關的一些物理的一些工作 那譬如說決定電磁學單位 那如果各位是念物理的話 你一定知道電磁學的單位很可怕 我這輩子只有在考資格考當天早上 我記得那些電磁學的單位怎麼換 等到考完了我就忘了 其實整個來講高師對物理一個最大的貢獻 恐怕是他發明了一個非常 非常聰明但非常實用 然後我們大概每個人做物理實驗 沒有一個人不會的叫最小平方法 也就是說我有很多的數據 我現在要決定一條線我要擬合出一條線來 那我要怎麼去擬合他 那他發明了這個方法 不只是發明了這個方法 他事實上發現到說 只要我測量的數據夠多 基本上他會呈現一個特殊的分布 我們稱為常態分布 這個常態分布這個函數非常神奇 因為等到他是1855年過世的 大概他過世之後沒有多久 這個力學統計力學這些東西出來之後 你後來發現氣體的這個行為 在常態分布的時候就是這個分布 就是高師分布 所以這個是一個他很重要的貢獻 那我們就來 重要到什麼地步呢 重要到變成鈔票了 這是史馬克 德國人很認真的 高師曲線的函數還寫在上面 有沒有 那麼到了30年代的時候 年紀不小了 應該是代退了吧 但是他其實開始產生一個新的興趣 他對什麼東西產生興趣 他對地詞產生地詞趣 高師是認識了韋伯 那麼韋伯這位 其實他比韋伯大了27歲 我想這可能有點父子情節 因為高師自己跟他兒子關係很差 他跟他兒子講說你不要來做學問 然後他兒子就很火 後來他兒子就跑去美國 後來他兒子好像去當律師 端得很成功 其實韋伯大概當他兒子差不多吧 差了27歲 那他們就很巴急啊 兩個超好的 一起做好多事情 你還可以在這個校園裡面看到這個照片 這不是 這是銅像 OK 好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名的情誼 好 那他們兩個呢 其實做了非常多事情 那麼他們呢提出了 一個方法就是能夠 第一個是決定電磁學的單位 另外一個其實相關的就是說 因為當時在測量磁場 都只有相對的強度 因為你沒有辦法分別出 磁矩的強度跟磁場的強度 那麼是高斯發明出一種方法可以分別 那麼另外呢 他們是第一個 全世界最早鋪設電爆線的一組人 後來高斯跟韋伯呢 你看這已經是1837年以後 他們畫出一條地球磁場圖 然後呢從地球磁場圖去決定出 地球的磁北極跟磁南極 那後來這個被證實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1838年的時候 高斯跟法拉第一起獲得科普利獎賬 在諾貝爾獎以前 全世界呢 最最 感覺上最光榮的一個獎 應該就是英國皇家學會班的 因為他是不分領域 不分領域 你聽得到一些 就是在科學史上流民的 很多人都有得科普利獎 高斯得獎的理由是 Mathematical research in megamitizen 也就是說他辭學的貢獻是被 這個英國皇家學會給 recognize 認可的